内政部盐理将在一到两年内 推动中古屋在买卖的时候 得附上安检报告 消息一出震撼房地产市场 有房中业者担心中古屋 得再背上一笔安检费用 恐怕会造成市场冲击 不过也有安检技师学者认为 这项制度方向正确 外墙老旧斑驳磁砖脱落 在大台北地区 光这样的中古屋数量就有122万户 内政部次长花竞群眼里推动 屋零30年以上的中古屋 买卖时必须附上安检报告 来确保房屋交易安全 等于国内有多达384万户的房屋 将受到影响 买老屋的人的意愿一定下跌 那变成就是说中古屋的买卖会停滞 在这个时候经济低迷的时候 动辄得就有800多万户的 台湾的这个房子的人 一定会人心惶惶 东森房屋董事长王应杰急得跳脚 因为截至今年8月 房屋交易量只有14万户 几乎只有往年的一半 担心中古屋房屋渐检制度 一旦全面上路 将影响不动产交易买期 方向的推动是应该要做的 就是订定建筑管理的这件事情 是要做的 政府要怎么做 是渐进式的 慢慢的没有影响到大家居民的一个权益 不可能说我今天规定了 我明年就开始做 这是有问题的 现今全台844万栋房屋中 屋林在30年以上的就超过了45% 结构安全成为重大问题 但云发认为 日本早已全面上路房屋检查制度 台湾政策推动方向正确 问题是不能过度仓促 影响交易市场 房屋每栋检验评估 初步检查平均花费6000到2万元 而详细检查则要价50万到70万 内支部打算推动中股屋全面检检 相关费用如何配套 降低民众反弹 以及减少市场冲击 将是未来重点 新谈电视 重回模拟家围守卫童 台湾台北报道 冲 job 月 坑